為在臺北市精華地段 信義區跟松山區交界處的臺北機場 十五號被文化部指定為國定古蹟 十七公頃的園區成為單一國家 古蹟面積最大的案例 也是北市都心最大一宗文化資產 臺鐵原先的開發案遭到撤回 而全區保留的臺北機場 未來將會成立鐵道博物園區 找尋古蹟保存跟再發展的平衡點 大門錦鎖建無外牆繡實老化 占地十七公頃的臺鐵台北機場園區 周圍近視高聳的新大樓 本來臺鐵也規劃將此區開發利用 但在歷經兩年爭議之後 終於被文化部正式指定為國定古蹟 它是一個建築群 但是這個建築群不光是一個建築 它有包括一些勞動 的機械 那這機械又開始可以衍生到一些關於台灣 近代化工業的一些脈絡 那麼勞動聚落 園區內挑高將近七層樓寬敞的阻力工廠 是臺北機場內最重要的廠房之一 超過八十年的歷史 台鐵火車就是從這裡開始 一站一站在火車醫院內進行維修 它在停止運作之前 它很多車輛它是一貫化的流程 譬如說它可以經由軌道的遷移 或者是說我們這邊有移車台 包括主力工廠 斷野工廠還有園動室還有比較市民清楚的那個 澡堂 而在拱形建築下的圓形浴池泡澡聊天 更是當年忙碌一天後 台鐵老員工的美好記憶 你看全世界哪有這種澡堂沒有了 沒有地方找 那個是我們那個人工是兩千多人 兩千多人 但是來這裡幾澡堂差不多每天輪流 差不多有一千個人左右 遙想當年火車修復正況 雖然台北機場已經關閉 但保留下來的工業設備 依然能繼續使用 更能回推至清代末期 是亞洲碩國僅存的鐵道園區遺產 我們還有一塊這麼完整的場域 甚至於它的建造這個台北鐵路機場 原始它的當初殖民的母國日本 他們國內也都沒有這麼的完整的一塊 可以來作為古蹟體報的 這樣的一種條件 所以這個部分是就工業資產 尤其是亞洲在所謂的30年代 世界當初很先進的工業的標準化 跟規格化的一個作業的一條生產線 開放廠區導覽 台北機場的開發案 原先在財務吃緊的台鐵 和當地不堪商業人潮所苦的住戶之間 僵持不下 通過全區保留後 提案立委提議要規劃成 國家級鐵道博物館園區 因為過去廠區的封閉 使得廠外的這個民眾 跟他的關係其實很淡薄 那現在要開放 或者說現在他要朝向一個 全國的市民的公共空間 活的博物館 我們相信這個部分 還有很長一段路 民意代表將協助中央與地方 進行溝通 包括納入公民意見 希望儘快開放台北機場 加速融入當地居民生活 凝聚出大家對這地方的想像 激發出大家對未來發展的這個看法 才能夠促進後續的那個 文化資產的活化 屬於全民的文化資產 要如何藉由教育工作 變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將是國定古蹟台北機場 未來發展的一大方向 於是國定古蹟台北機場 在國定古蹟台北機場 我們想要繼續訪問 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